台湾市4000多户社会住宅是供不应求 后部已经逼近了万人 近期更被监察院点名 户数为六都倒数第二 为了满足民众需求 住宅发展处年底前将有三处完工 五处开工 未来能够提供1300户供市民入住 近期民生用品起涨 唯独薪水部长 社会住宅便成为民众在外租屋的首选 但目前4000多户已满足 光是后部入住就接近万人 整体的户数更被点名 16度倒数第二 对此住宅发展处表示 年底前将在桃园各处新增8处的设宅 提供1300户的社会住宅 让民众不用一直等下去 像我们在今年就会办理 五处设宅基地的开工作业 那除了五处基地大概有1300户之外 我们下半年会启动 三处基地的招标发包作业 那大概是600户左右 那持续会新建设宅 那目标到119年 市府自行新建的设宅会打1万户以上 对于长时间等待设宅的民众来说 政府能够多新建设宅是件好事 由于桃园市近年来租金高涨 居住品质也会有所影响 设宅越多相对等待时间就会缩短 希望八处设宅完工之后 能有机会候补成功 因为在桃园的话租房其实蛮 租金蛮贵的 那有这个政策我觉得很棒 那申请的话就是 线上也可以申请 然后我们零贵的话 服务人员就是协助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很方便 住宅发展处表示 2026年设宅预估可达8千户 2030年桃园市将有万户 可供民众入住 未来也会持续聆听市民的诉求 在接近市区的地段新建设宅 解决民众上下班的塞车问题